这是我见过最牛逼的男人 只见他掏出一把巨大长枪 竟对着刚满12岁的少年射击 子弹所过之处被掀起振振火光 就连生命力强横的欠慧 也都全部沦为枪下亡火 就在刚刚 小杰和奇亚使用同行卡来到凯特身边 两人望着凯特身穿披风的模样 还以为对方就是苦苦追寻的精 然而还不等他们确定 凯特就突然起身 还召唤出疯狂小丑 对他们进行射击 奇亚见情况危机 立马扑倒了小杰 等尘埃散尽后两人才发现 凯特的目标不是他们 而是身后的几只蚂蚁 随后凯特取下披风露出真正面目 小杰二人这才发现 对方根本不是惊 奇亚立马则骂他 开玩笑也要有个限度 如果不是他们反应快 现在已经没命了 而凯特也向两人解释开枪原因 他是在拯救两人 不然早就被蚂蚁攻击了 奇亚认为对方是在开玩笑 可下一秒只剩半截的蚂蚁 竟直接腾空而起 哪怕只有残缺的头部 也依旧跳到奇亚腿上将它咬伤 凯特反应迅速推到奇亚 并用帽子将芊合以扇飞 再用枪抱头以绝后患 这一幕让小杰十分震惊 之后凯特告诉二人 这不是简单的蚂蚁 而是被列为第一级 隔离指定物种的芊合 是肉食性的凶猛昆虫 所以人类也是他们的目标 刚刚不是他出手 两人早就被芊合以咬成碎片 凯特对二人进行教育后转身离开 小杰听到他的指责 认出凯特身份 小时候小杰正在被成年狐熊袭击 是凯特出现救下了他 而凯特也从他的话中 回想起曾经的点滴 不过他也没有想到 金的孩子如今都这么大 之后三人考译于开始寒暄 凯特告诉小杰 荆棘是他的师父 也是他的恩人 要不是有金的帮助 他早就饿死在贫民窟的巷子 当时他为抢搏面包 被混混追击 凭借灵活的身法 与小动物的帮助 他成功摆脱危机 但这种日子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而金的出现正好改变了他的人生 他看中凯特受动物喜爱的特性 觉得凯特有成为猎人的前置 毕竟动物最容易分辨好人坏人 最后在金的帮助下 凯特成功通过猎人考虑 但金并没有承认他这个徒弟 而凯特又是一个执拗的 为了获得金的认可 他开始不断纠缠 金没有办法便对他提出考验 只要能够抓住他 便认可他这个徒弟 但金是何许人 乃是猎人顶端的人物 他的踪迹又岂是一般人能够发现 仿佛从世界上消失了一般 最后凯特没有办法 只能从金的故乡入手 所以才会来到金鱼岛 有了和小杰相遇的经历 多年后凯特找到了金 才从对方口中得知小杰的身份 而金也感谢凯特对小杰的教导 金的这一行为让凯特察觉到 对方仿佛早就预测到了一般 两人的相遇都在对方的计划之中 听到这话小杰深有体会 仔细回想起来 卢恩与雷扎他们不也是如此吗 就连比斯吉说不定也是他的安排 所以千万别嘀咕猎人中的最强大猫 看似没有管教过小杰 却处处都在帮助他的成长 想到这里小杰立马询问凯特 有没有去过贪婪之岛 凯特回想了一下 金确实带他去过 听词小杰终于明白 金就是利用了凯特 让他们又被耍了一次 但奇亚认为金安排凯特与小杰再次相遇 绝对不止这么简单 而当时金让他找到 很有可能也是故意的 所以金在下一局大起 凯特听到这话心中大惊 调查倩和义的事 随后凯特告诉小杰 可以将金的位置说出来 但却被小杰给拒绝 他一定会亲自找到金 文言凯特只好聊起金的往事 金的狩猎范围很广 而且都十分出色 其实力早就具备了三星猎人的水准 不过因为懒惰而没有去申请 要知道那时只有立下辉煌战绩的猎人 还会被授予的心急 还必须在历史性与世界性上有过丰功伟业 才能得到协会认可 这是别人做梦都想获得的成就 全世界恐怕也只有金不在乎 与此同时一只强大的倩和义 正躲在一处山洞中不断不识 企图恢复自身实力 而他也将成为今后一场巨大灾难的人民